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幸福事务所 一定要幸福 在这个世界上 有小三的存在 女人一定不幸福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另外一种角色的存在 会让女人不思乎 是什么呢 就是红粉知己 红粉知己 真的是男人嘴里说的 只是可以聊聊天 谈谈心的异性朋友吗 还是男人想要也是出轨的 意图所创造出来的名字 你说说看 如果我要出轨 我干嘛要教红粉知己 男人跟女人 对红粉知己的定义 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小春姐有什么意见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 当别人红粉知己 但是男生不可以有红粉知己 但是如果你老公的红粉知己 是我 你铁定不会反对 那不一定 有时候会走痉 你知道吗 所以小春姐 你在我们业界 应该不算什么 业界是什么 哪一个业啊 什么界 演艺圈 演艺圈 演艺圈这个行业 对 你在我们看来 像是兄弟 真的吗 所以嘛 OK 男生跟女生 定义红粉知己 应该是不一样 对 马国贤 你先说 红粉知己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红粉知己 对我来说 它算是我一个 情感上面的一个 算是智囊房 会擦枪走火吧 不会 对 我说 因为其实我对女孩子 就是说 一开始我们在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大概会认定 她可能是我的好朋友 或是红粉知己 或是说我要追的人 那是正经的时候 酒喝下去就不一样 我知道 还是说你本来要追 追不到就变红粉知己这样 有可能 如果是要追追不到的话 我们是把它列入为干妹干姐 对 那红粉知己跟干妹干姐 对啊 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那秀慧你觉得 红粉知己是什么 就是 小三的隐形版 小三的前身 对 那有可能会就是 一下子就 泳泳冒出来说 原来她是我婚姻的第三者 那你是全然不知的 不知 刚事情发生之后 你才知道 措手不及 你有红粉知己吗 我有红粉知己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一旦跨越那条线之后 那就不能称为是红粉 从来没有操船走火过吗 从来没有 男生呢 对红粉知己的这个定义 还有就是说 拿捏你自己要拿捏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你不可以跨越那条线 甚至于就是说 因为只限于就是说 大家是可以聊天 聊内心事 比如说 就好像说 我跟女朋友有些东西 我是没办法聊的 因为可能 为什么没有办法聊 你说说看 因为 两个都可以拖光光 为什么有事情不能聊出来 可是有时候就是 真的是有些事情 你如果一旦跟女朋友讲了 他可能就会 什么事 好啦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不是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在教育部的词典里面 是有解释 这四个字 就是红粉知己 就是可以 就是知心的女... 女性友人 性朋友 对嘛 所以等一下 所以我说这是聊心事的朋友 但是问题是 知心是很恐怖的 知男人的心 懂男人的心 有时候真的那种红粉知己 不一定要有发生什么心关系 他用语言的塞狼就够 谈心 谈到心就一定会出状况 我讲一个非常 严重的一个事实给你们看 你曾经是受害者吗 我不是啦 还是你是别人的红粉知己 我是别人的红粉知己 但是我不会做那种 那么不道德的事情 你有什么故事 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们自己是姐妹的话 親姐妹喔 但因为他们从小父母 就已经就是 离异 去天上做神了 离异 都被离弱 那就离开 對啊 可是两个姐妹相依为命 因为两个差两岁嘛 那个大姐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就是跟一个社会人士 就已经结婚了 那因为从小没有父母的关系 所以这个姐夫也非常照顾这个小姨子 那跟这个小姨子 就是说姐姐上班了 那姐夫会来载姐姐上班嘛 也顺便载这个妹妹去上学 很好啊 对 很好啊 你说这个姐夫多么的疼爱小姨子 能有高后 那姐姐也很放心啊 我交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她也会帮我照顾妹妹 所以每次如果两个夫妻吵架 这个老公一定找小姨子 就是诉苦 我对你姐姐这么好 我对你家庭这么照顾 一定要 但是妹妹也是很了解姐姐的嘛 所以她会跟她讲说 其实我姐姐她怎样... 讲到最后 那个男的突然觉得说 是这个妹妹跟她比较贴心 有化疗 比较有化疗 然后一直在 一直接送 接送到这个妹妹她也大学毕业 于是乎这个姐夫就跟姐姐讲说 我决定就是投资这个妹妹 让妹妹出国去深造 真好 很好啊 对啊 让她出国去念更好的书 以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叫她更好的人家 那好 姐姐同意了 所以她就在美国弄了一个地方 给妹妹住也给妹妹 吃 喝 住 读书 听到目前为止 真棒 包养她妹妹 对... 然后这个姐姐都在台湾上班 然后因为这个姐夫她也要上班 所以三不五时就跟这个姐姐讲说 我明天要去新加坡出差 我下个月要去马来西亚一个月 因为她是做外商贸易 贸易公司 然后她都要四处去跑 各国去跑这样 她姐姐也不宜有她 反正她也不会去看她的护照 也不会查什么 然后就这样子 好 一年过了一年 然后有一天她姐夫又跟姐姐讲说 我要去那个就是新加坡 这次去可能要去一个月 那如果你想要去玩什么 OK 没有问题 你去玩 要跟朋友去Happy 你都去没有关系 有这种老公真好 走去哪里找 她钱都是应付到她 我都想嫁给她 这样子 而且你说 女人家 女人家如果太闲的话 就太香 太香 真的 在家里一直玩也不是办法 那上班有时候他们有公假 他也可以请假 有一天余师傅她想说 我公假都没有用 那我干脆请两个礼拜的假 我来去美国看我妹妹好不好 那她也没有跟她妹妹讲说 我要去看你 那也没有跟老公讲说 老公在无缘有什么要插呢 她就这样子机票买一买 就坐飞机 就坐到美国去 就照着那个地址 就找到她妹妹的家 余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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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气 到了那个门口 她就给她叮咚... 給她按下去 叮咚... 按下去余师傅呢 余师傅 她的姐夫 看她的小姨子 衣衫的不整 因为我们在家有时候 都穿短裤嘛 那女孩子不是穿那种 就是沙沙的那种 沒有警觉性啊 怎麼可能在美国耶 對 余师傅呢 两个就来開門了 對啊 門一打开一看 嚇死人 她老婆当场都愣在门外 說 你不是要去新加坡出差吗 怎麼會在这里 你为什么... 她可能转机先去美国 然後再到其他 转机喔 有这么刚往的吗 你可能讲 她想说去美国 她可能想说去美国先人 那为什么男的 可以穿成这个样子 恐怖来开门 你今天要小心点 你最好找张克帆来救你 生态求天求地 可以张克帆赶快来 你说红粉之喜 自己的妹妹是不是最可靠 最妥当的 搞到这种田地 你情何以堪 對啊 怎么会这样 那个男的是张克帆吗 真的 张克帆就看不是东西了 真的 他不能让我看到 那我看到我走去 他打一次 第一次打一次 就要有走去他 不要接打一次 所以四人都不能让我看到他 对 要我们等他等那么久 有走就会站起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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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粉之喜在约会 打断 小春 你这个人在看跟威力 他每次走步道就算了 他看到我 你刚刚是跟洪粉之喜的约会 是不是 不是 坐下来 你打到我这头了 来...张克帆 请坐 揮一支 不是 被这两个... 被他打还好 被他打要随五分啊 不是 说什么 講到哪里... 克帆 你现在赶快加入 加入我们的话题 你有红粉之喜吗 你赞成男人有红粉之喜吗 有 有 我觉得男人一定要红粉之喜 什么叫红粉之喜 红粉之喜就是长得很红粉 就是... 意思就是要 看起来是漂亮的 对... 懂吗 那不是更危险吗 我的红粉之喜 从上到这个宝妈 与美人 小玲姐 吓到这个82年次的糖果 都是我的红粉之喜 上面也属于宝妈那种 是属于忘年之焦 你很不开心被归类 被归类成那一组是不是 好 那把你归类成黑色的 宝妈也是我的红粉之喜 对... 我的红粉之喜 算是这个很广泛 你为什么需要红粉之喜呢 红粉之喜一定要 因为男生呢 就是除了女朋友之外 自己呢 在这个很多人生的道路上面 有一些疑惑的事情啊 或者是想要分享的事情 那我请问你... 那你为什么 你的红粉之喜 里面没有我跟秀惠姐呢 乙婚的我们尽量不要打扰啦 你看 秀惠姐在旁边 那你不要乱讲 对 很可能会这样就取得 不然秀惠姐会躲在后面 不会让你看到啦 就是你 你要娶我啦 那一种 像我刚刚讲嘛就是 只要是这个工作不顺心 或者是跟女朋友的问题 你当然只能告诉红粉之喜 比如说像有时候 我们在外面可能认识 会认识比较多女孩子 那可能有的女孩子 是说可能会有点小曖昧的关系 或怎么样的时候 小曖昧 她可能会对我们主动表示 女生喜欢 表示一些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 我不可能去跟我女朋友说 那个谁她昨天好像行为 对我有点怪怪的 因为通常女朋友 是不是一听到这个事情 马上她那个点 你出到她那个点的时候 她就整个就爆发了 我就会去问红粉之喜 然后问她说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女生的心态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去回去她 会比较不伤害到她 女生讲到红粉之喜 一定会不舒服 那你的女朋友 曾经有知道过 你有红粉之喜 而不愉快的吗 超不爽的 我几乎交到都是公主病 要不然就是自己呢 很多朋友 但是她很会吃醋的 对不对 我讲报纸杂词上面 都有险多点 都有险多茶 酷酷的道 周观可以放火 百姓不能点灯的 对 还有就是说 譬如说 简单讲好了 就大家 我几个红粉之喜 也认识我女朋友 来家里打牌这样子 然后呢 忽然有一个红粉之喜说 她吃饭时间到了 我就问大家 我没有再打 我当然是去买便当回来 对 然后我就说想吃什么 那我女朋友就说随便 然后那红粉之喜 忽然想 忽然出了一个题目 叫做水煎包 水煎包不是什么很贵的东西 那你女朋友知道 那个是你的红粉之喜吗 她知道啊 而且她跟她也还 还不错 蛮好的嘛 我说水煎包啊 我就想到了 因为我们家住民生社区 新东街有 但是这个距离离我家 是要开车去了 我就不可能到楼下买了 好啊 那我开车去帮你买 那随便我们大家的晚餐 都在那儿 新东街搞定 解决了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背脊凉凉的 我就会看我女朋友 她就在 她就在上下两百眼 就是很迅速的上下扫这样 登登登登 我就觉得怪 这我最会 来来来来 就是这样 对 我刚刚试了一下 我还不太会 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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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知道就是 只是水煎包 我还不宜有它 你应该要转过去问她说 宝贝 那水煎包OK吗 对 你还想吃别的 你还讲说 人家讲水煎包 OK 我去帮你嘛 对 我跟女朋友交往 我是在防贼是吧 不是啊 我没有想那么多 这一定要 我就买回来 买回来不得了 她就开始想说 我要吃什么 你连这个 走远一点都不愿意 人家要吃水煎包 你还愿意开车去到新冬天 那就是你的问题 那我叫她 她就要吃什么 你不愿意去买 对 你认为这两位女性的 关系是什么 好真心 对 那几率呢 你的另外呢 你能不能清晰的几率是80% 好准耶 好准耶 我还以为有到百分百 对 很多那种就是说 好像你刚才老婆吵架 他还跟你说过 她说 其实我觉得你很棒 对 你老婆的朋友 我不是那种 不是吧 然后我两个接下来就在床上 我就是你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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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